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ina,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东谷市 那么东谷市位于洛杉矶东部,大概40英里的地方,那它属于河滨县 东谷市建设于2010年,那么之前我也有出国一起专门介绍东谷的视频,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最近的东谷市场非常的火热,为什么呢?因为大华就要入住东谷了 已经在Costco的Plaza正式签约,预计明年的秋冬即可开业 那么我们看一下福兰这个Costco的Plaza,可以看到那一片空地,就是我们将来的九九大华 九九大华的入住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华人的商机,华人的餐饮,华人的各种设施,银行 以及各式各样华人生活必不可少的各个生活设施,可以说呢,华人在东谷市的生活会更加的方便 那么Costco呢,已经于去年开业了,那么这边呢Costco的东西都非常的新 并且不会像老城驱排队排的那么长哈,那么停车场啊,还有门前的加油站啊,它的道路都非常的新 Costco后面呢,就是亚马逊的物流配货中心,那么这个物流配货中心呢,占地是非常大的 亚马逊把配货中心站在这儿,据说也要开实体店哦,可以说东谷市的商机也是很多的 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位置呢,它是位于东谷市跟安大略的交界处 如果看地图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箭头所指的这个细长条的位置刚开始处,便是这个Costco Plaza的位置 那么它旁边呢,就是安大略开发的新区 那这个位置呢,它距离15号高速公路,还有60号高速公路都是非常近的 所以呢,让我们的生活出行是更加的方便的 那么Costco这个plaza里面都有什么店呢,我们先看它这一块分区哈 那这一块分区呢,主要与retail为主,就是包括各样的餐饮啊 包括一些披萨店啊,华人中餐厅啊,串儿店啊 还有一些AT&T,一些手机各种各样的服务商店 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位置呢,是Costco的加油站 Costco加油呢,一向是很便宜的啦 不过加油站旁边的两块空地呢,也是为了做retail的 那么这一边呢,还入住了E&O,特别有名的汉堡啊 然后还有那个chiffle,就是那个很好吃的炸鸡 那么这些店呢,都会陆续开放 E&O已经开了,炸鸡店的话,今年年底应该就会开 那开心的屏幕上方那一堆木头房子 还没有刷漆做外事的,便是我们的chiffle 那么我是非常期待这一家店的开业的 那旁边这条路,对面的那一块空地呢,它是有商业 也有民用的商业空地呢,也会盖一些其他的商业设施 让这边的出行更加的方便 那么后面的民用地呢,有几个新盘小区 那么这个小区的位置呢,可谓是得天独厚 步行可以到大华,仅15到10分钟的距离 便可到达大华 旁边呢,还有一个55岁的老年铁门社区 那么社区内呢,设施非常的好 那么使老人生活呢,也是更加的方便 九岁大华的入住呢,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华人设施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非常喜爱的鲜玉鲜吃甜品的店啊 在这边也入住签约了 就在刚才加油站的附近 那么还有杜克面包 还有一些其他的华人银行等等地都会在这边入住 那这个plaza呢,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新,非常的高大上的 你们附近呢,商饮啊,餐业啊都非常的多 并且近高速公路 所以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它是在东谷市政府的 在往北去的一点点大概5分钟左右的位置吧 可以说是也非常近东谷的市中心 那么东谷目前呢,它的新盘小区只剩下两个正在销售的 那么正在销售的呢,分为一个大户型的Cloverdale的 一个大户型独栋别墅 那边呢,是没有物业费的 可是只剩下最后两栋 另外呢,就是一个Prado,莱纳的Prado小区 里面呢,是多余小户型的 连排别墅,以及小独栋等等 那么这两个盘呢,都已经卖到后期 所剩方圆不多了 如果这个时候想投资东谷的话 在这边可以考虑看看 那东谷不仅有Costco这个商业计划现在非常火热 另外呢,东谷还签了一个步行街的计划 叫Lea Master Plan 可以去东谷的City的网站去查阅一下 这个步行街的计划呢 会盖一些步行街购物中心 非常类似奇诺刚的步行街 或者是库卡蒙格牧场式的维多利亚花园那一种的 如果你有去过这两个地方呢 就可以知道 想象东谷将来开一个这样的步行街 那么整个城市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东谷呢也有很多个公园 有10个公园以上 每个公园呢设施都非常的多 并且东谷的生活环境呢 是非常适合居住的 东谷曾一度被评为加州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东谷人均收入呢 每个家庭大概有10万美金以上 均收入非常高 居民素质也非常好 学区呢是889分 两个高中都是9分的评分 所以学区评分也非常好 可以说是升职潜力无限 如果对东谷方位感兴趣的话 要尽快联系我Mina了 好了感谢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拜拜